日本酒店 日本酒店 這個嗎?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去買日本的東西 所以香港人來到這裡 其實最難搞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很難找到日本的東西去買 那些日韓的超市 其實這裡不是那麼多 但是 但是也有的 我們今天 現在我在這個位置 算是萬城的一個日本人區 Koyton 這裡也有日本的魚山士山海鮮 我們先去看看 Koyton位於萬城市中心的西南邊 大約來市中心 就3英里左右 這一區的交通其實挺方便的 在它附近 就已經可以出到市中心了 聽聞這一區 很多日本人聚集 但是 其實這一區裡面 就並不是那麼多日本的餐廳 或者是 雜貨店 但是呢 都比我們找到一間 是賣海鮮 還有裡面有刺身賣的 它附近的環境其實都幾chill 幾舒服的 你可以在這裡周圍 很容易找到一些露天的cafe 和餐廳 坐在這裡喝杯東西 聊聊天 那就一天了 香港人的家鄉菜是什麼呢 香港人的家鄉菜 其實就是日本菜 當然是 日本菜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魚山刺身 其實呢 其實呢 在我身後這間店 就有很多新鮮的海鮮 另外還有一些 sashimi級的刺身 又有拖羅 也有很多其他苦蝦 甜蝦 裡面呢 也有少少日本的雜貨賣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拜拜 要在曼城找到新鮮的海鮮呢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 但是你要找到可以生吃的魚山的話呢 其實呢 就不是到處地方有了 這間海鮮店呢 是很有名的 weekend的時候呢 基本上要排隊才可以進去的 在裡面你可以找到大部分的海鮮 魚呀 蝦呀 蟹呀 生蠔 青口 什麼都有的 而且價錢也不貴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少量的入式雜貨 其實之前呢 在店裡面還有日本師傅負責做壽司的 只不過呢 現在聽聞日本師傅就回了日本 暫時呢 壽司呢就沒得供應了 那今天呢 我們就買了一些蠔啦 買了一條魚啦 另外我們就買了一些sashimi 但是今天呢 就不太幸運 那今天呢 只是sashimi呢 只有三文魚 沒有吞拿魚 沒有科羅 那下次我們來呢 可以再試試看 看看有沒有